陈述事实讲出观点 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秀杰看白宫 那么白宫的主人川普终于回到白宫了 他在白宫的南草坪接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那么川普这个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 让我们看到川普跟拜登在今年大选当中谁能获胜 开中名义 秀杰觉得今年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川普应该获胜 为什么我们在川普接受提名的演讲当中 秀杰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先来看川普在演讲当中 他讲的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 整个演讲很长 总共有70分钟 我们知道拜登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演讲大概有30分钟 这30分钟拜登没有讲胡话 于是自由派媒体民主党都给了拜登非常高的赞誉 那么川普在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接受提名之后讲话总共有70分钟 川普在这70分钟过程当中 除了阐述自己过去四年的一些政绩之外 那么还批评了拜登 批评拜登47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那么美国选民怎么能相信拜登在今后四年 能够带领美国走向更好的地方呢 但是这都不是川普演讲最重要的那种 也不是我们做出判断最关键的点 关键点在哪里 川普对这次2020美国总统大选有这样一个定调 他说美国的选民从来没有试过在两党之间 这么鲜明的要做出选择 是选择保持美国现有的生活方式 还是选择让社会主义摧毁我们的基本价值 我想这是川普在整个演讲当中最突出的一点 换句话来说 川普把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定位为 美国原有的生活方式 美国的自由民主跟社会主义独裁之间的竞争 为什么川普在大选当中一直打中国牌 把中国共产党形容成一个独裁的政权 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政府跟中国人民区分开来 川普就想告诉美国人民 其实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理念是不适合美国的 而现在民主党恰恰在美国试图奉行的 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川普这个说法 其实美国很多选民都会有十分清晰突出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说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华伦 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只不过桑德斯在这个社会主义前面加了个民主 桑德斯说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桑德斯主张杀富激贫 桑德斯主张向富人征税 这个富人征税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只对一些大富豪征税 但是其实当富人的税征完之后 中产阶级肯定在税收上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而川普的政纲是要向所有的美国纳税人减税 所以这两个政纲是对立的 让美国选民清晰的看到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今后有可能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 还有现在正在美国发生的 这个反种族歧视的暴力示威 这种暴力示威 让中间选民 让美国普通民众看到这些所谓的 主张种族平等的人 在美国主张正义和自由的人 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 除了打砸抢烧之外 并不能表现他们正当的这个诉求 而正当的诉求的和平示威者 反而被这些人掩没了 我们看到这两天 除了反种族歧视暴力示威 有很多打砸抢烧的事件之外 还出现在街头 这些示威者必须强迫一些白人 要跟他们一起叫口号举起拳头 如果这些白人拒绝的话 他们就给他们有个定义 叫白人的沉默也是暴力 这种极左的行为 恰恰让美国中间的选民认识到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或者民主党今后 如果成为美国政府的主导的话 今后他们在美国 很可能会再奉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 那么在美国我们知道 无论是共产主义理念 还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都不被大多数选民所接受 这就是我们看到川普 这是为什么在他的接受 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 演讲当中突出了这一点 就是美国选民 现在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 要做出一个选择 是选择维系美国目前的生活方式 还是选择让社会主义摧毁这一切 川普这个说法 对中间选民是有极大的震撼的 一方面川普点名了 你是选择社会主义摧毁你原有的生活方式 还是维系美国的传统价值 那么另外一方面选民会看到 现在无论是拜登的政策也好 还是拜登跟中国的关系也好 还是在美国正在每天都发生的暴力示威也好 都令大家怀疑 拜登如果真是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美国会不会越来越向社会主义靠路 会给大多数民众过去的生活带来一个冲击 所以修杰认为这是川普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最重要的竞选政纲 因为他点名了让选民是选择原有的生活方式 还是让社会主义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有了这个要点之后 修杰相信川普的这个竞选演讲很可能会影响很多中间的选民 这就是我为什么判断川普会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获胜的一个原因 陈述事实讲出观点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节目观看 并且对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观点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见